说到党路哦 这新北市政府所力推的空中廊道 怎么也被民众投诉说 部门的廊道 豪宅入口竟然是关起门来 不给走了 也质疑这是官委会从中作梗 拒绝一般的民众通行 不过新北市政府也立刻澄清 强调民众所投诉的廊道路段 是因为还没有完工 安全考量之下才会关起门来 不给走哦 绝对不是因为豪宅的关系啦 那么空中廊道工程 也预计在明年才会完工 到时候是绝对不会挡路 这里是新板特区的天空廊道 可以一路从体育场连接到板桥车站 不过这条廊道才走不过短短200公尺 就被豪宅挡住了去路 先骨爬上阶梯才发现此路不通 市府花大钱兴建的天空廊道 中间经过八栋豪宅 踩到第一关 镜头却被四片豪华玻璃大门挡住 大门伸锁形同路障 让天空廊道有头无尾 不然我们上去的时候 我们上去那里看那里而已 不可以去那里看 不可以过路 不可以走 对啊 要坐就是要让人过 不坐 不然坐在干嘛 天空廊道全长2.5公里 串联板桥火车站 台铁高铁捷运和新北市政府 原本是想给民众方便 不用过马路 避免人车争斗 不过在连接板桥体育馆这端 却是死路一条 有民众一度质疑 是豪宅管委会有人撑腰 刻意设路证 新北市府赶紧澄清 天空廊道的设置啊 基本上是有每个开发案 他自己依照他们开发时程去设立的 所以会随着开发时程的不同 而会有开通的一些先后顺序 天空廊道目前分段开放 不过新北市政府却没有明显标示 天空廊道有路走到没路 民众楼梯全白爬了 安全的天空廊道走不了 还得乖乖等红绿灯 也难怪一肚子气 今天新闻旁边军地秉升 新北市采访报道